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图斯统治期间的大约四个世纪里 已经有三百万到五百万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 据估算 这个时期流亡在外的犹太人已占当时犹太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前 虽然犹太人已是罗马帝国中的劣等公民 但好歹仍然有附属于罗马人的犹太政权和神权存在 第二圣殿被毁之后 犹太人心目中的神权象征轰然崩塌 八高八起一支失败 再次让犹太人复国独立的希望破灭 直接激发了犹太人的大逃亡 第三世纪上半夜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 波斯人的萨珊王朝 对犹太人的政策相当宽容 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前往居住 当时 一居巴比伦的犹太人已经形成相当规模 在那里 自治的犹太社区蓬勃发展 他们被经济繁荣的承诺 和在那里过上完整犹太人生活的能力所吸引 据估计 从三世纪到七世纪之间 巴比伦犹太社区的人数约有一百万 形成当时最大的犹太侨民聚集地 其侨民人口已经超过了 住在巴勒斯坦故地的犹太人口 在当时 巴勒斯坦和巴比伦是犹太教信仰 及其学术的两大中心 然而 这两个社区的犹太学者之间的关系 却日趋紧张 也为许多巴勒斯坦的犹太学者担心 随着犹太人持续向外移民 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教中心的地位 会逐渐消失 许多巴勒斯坦的拉比 不愿使巴比伦的教内老师 为平等的同仁 也拒绝任命巴比伦的学生 在他们的学院机构中任职 他们担心这些学生成为拉比之后会返回巴比伦 所以 大量犹太人迁居巴比伦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学术机构造成了不利影响 经济支撑和学术支撑的天庭都慢慢的向巴比伦的犹太社区倾斜 以至于到公元三世纪末 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学术机构开始依赖巴比伦的捐助 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巴比伦犹太社区及其学者身上 另外 公元212年 罗马帝国皇帝卡拉卡拉 颁布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安东尼宪法 Constitutio Antoniniana 这份法令开创性的将公民身份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 其中也包括了犹太族群 这一决策为后来的拜占庭帝国 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 奠定了对待犹太人的法律基础 这样 大量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疆域内扩散 他们逐渐迁徙到地中海沿岸及西欧 从那里开始 犹太人又渐向全球各地扩散 最终遍布世界各地 甚至在遥远的东方 中国的历史上也曾发现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踪迹 中国境内最著名 历史最悠久的犹太社区位于河南开封 早期的开封犹太人在此地建立了犹太教会堂 他们保存着古老的犹太经书 其宗教曾被称为一次乐业教 这是西伯来文以色列的音译 在圣经创世纪第32章第24至32节中 犹太人的祖先雅各与神摔跤时 被神摸了大腿窝的筋而大腿变瘸 所以犹太人在处理牛羊时会把他们的腿筋挑出来不时 开封犹太人也遵循这种习俗 所以有人称他们的宗教为挑金教 关于犹太人何时进入中国 学界尚无定论 然而多数研究开封犹太人历史的专家认为 他们来自印度 大约在公元前两世纪七十年代 这些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 前往印度的孟买地区 定居了约一千一百多年 到了中国北宋时期 九百六十至一二六年 他们通过海陆抵达中国 最终定居在当时的都城开封 当时的犹太人社区约有两三百户 后来逐渐与汉族人融合 如今只留下了会堂遗址上的几块碑刻 这是庞话 回头再说 三百一十三年 拜占庭帝国皇帝 军事坦丁大帝 颁布米兰赤令 Edit of Milan 承认在帝国辖境 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后来 基督教正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国教 安东尼宪法的法律传统 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在拜占庭统治期间 只要依法缴纳特定的犹太税 Fiscus judeicus 犹太人就能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 法律对犹太人的信仰习俗 给予了特殊的保护和尊重 犹太教堂被视为神圣的礼拜场所 不容侵扰 犹太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享有司法权威 安息日和重要节日期间 任何人都不得强迫犹太人违背其宗教习俗 在割礼这一犹太传统仪式上 法律制定了明确而谨慎的规范 虽然犹太人可以按照其宗教传统为子女行割礼 但若对非犹太儿童实施此一事 则可能被处以极刑 对非犹太成年人则可能遭受流放惩罚 这些规定既保障了犹太人的宗教自由 又维护了社会秩序 自公元390年以来 巴勒斯坦地区的几乎所有领土 都处于拜占庭宗主权之下 该地区被划分为巴勒斯坦第一省 巴勒斯坦第一省 巴勒斯坦第二省 巴勒斯坦第二省 和巴勒斯坦第三省 巴勒斯坦第二省 这些省份是拜占庭帝国的东方管区 Diocese of the East的一部分 第四世纪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 昔日的异交神庙纷纷让位于庄严的基督教堂 而耶路撒冷也逐渐发展成为众多朝圣者向往的圣地 然而在这一历史转折期 基督教会却刻意与其犹太文化根源渐行渐远 教会的教义和礼仪逐渐偏离了圣经的本源教导 一种名为取代神学 Replacement Theology的思潮悄然兴起 认为基督教会已如新生的之夜 取代了犹太民族这古老的根系 成为上帝的选民 这种神学宣称 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 已经替代了摩西时代的圣约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 反犹太主义在基督教群体中逐渐蔓延开来 并为众多基督教信徒所接受 他也为日后欧洲人长达千年的反犹情绪和排犹政策 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的种子 到了第四世纪后期 犹太人的所处环境日趋恶化 昔日辉煌的罗马帝国分崩离析 巴勒斯坦这片圣地随之完全落入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 拜占庭帝国的君主于是开始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 这一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彼时 这片土地上仍栖息着众多犹太子民 即便在军事坦丁皇帝 皈依基督教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他们依然是当地的主体民族 然而禁止犹太人定居耶路撒冷的严令始终如铁木般横梗 公元351年至352年间 犹太人曾奋起反抗腐败总督的统治 但这场昙花一现的抗争最终还是被无情镇压 即至第五世纪 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引发了大规模的基督徒东迁朝 使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基督徒逐渐占据多数 虽然犹太教是唯一被勉强容忍的非基督教信仰 但犹太民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着深重的歧视 他们的信仰权利受到严重限制 不得兴建新的礼拜堂 在社会地位上备受打压 不得步入仕途在经济活动中处处受阻 也不准拥有奴隶 他们不能从事就死扶伤的医疗工作 甚至连参军报国也需要层层审批 在法律面前 他们的证词被视为无效 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司法权利 更令人痛心的是 他们被禁止踏入对其信仰至关重要的圣城耶路撒冷 也被强制与非犹太教徒分居而居 这无疑是对他们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双重摧残 这些磕磕的限制 犹如一张无形的网 将犹太民众的生存空间压缩到了极致 让他们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都感受到深深的不平等与屈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